今次我們去 《環湖出嘴,魔鬼手》 《十二小時大作戰》 Hello, 我們是 平重小弟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這段影片 不過在去片之前 我們必須要講解一下注意事項 因為今次的旅程 最重要的是我玩 30K的平路已經屬於半馬 再多些 千萬不要以為你跑多半馬 就代表你一定能走 因為這個旅程是山路之餘 起伏亦都較多 如果大家想繼續走這條路線 我會建議大家先走 《環湖不出嘴》 即是旋彎淡水湖交遊境 如果大家走完 《環湖不出嘴》 就已經累得爆炸 就代表你體能上要再加訓練 如果你走完都覺得輕輕鬆鬆 就代表你可以考慮出嘴 而當你認為你可以出嘴 你就要好好計劃一下你的時間 因為人人去到 都是想摸鬼手 而鬼手並不是24小時都可以讓你摸到 只要朝它的時候 你才可以出去摸它 如果水漲你就能夠遠觀 而潮池漲退的資料 你可以在天文台上看到 你要看哪一段時間是水漲 你就要在那段時間到達鬼手 而我們那天是中午1點的時候 是1.2米的水位 即是代表我們1點之前 一定要到達鬼手 基本上水位是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事項 因為基本上最佳的觀賞時間 真的在1米的水位或者以下 過了1米之後 基本上那個鬼手 其實有一些部分的位置 已經會有水沾上去 所以我們一定寧願早到 都比剛剛去到 甚至那裡有些位置 如果水位太高的話 我們會走一條更加危險的路線 才去到 因為有些位置要比較低才能走到 除此之外 一個時間是問題 我們會不會 那天因為這麼長的時間 會不會有不舒服 會不會有受傷等等 船家的資料 會不會又是一個很重要 需要去準備好的事項呢 這個可能大家都要去想一想 沒錯 而大家想知道船家的資料的話 可以不忘了不告訴我 我也會告訴你 因為我早就已經做了準備了 發現了一輪之後 我們是時候說到最重要的事項 是裝備 首先我們要代表的是水和糧食 沒錯 第一件事 水是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呢 經常都說 或者是我們 都會建議由初家的路線 慢慢就會越來越長 越來越辛苦 那因為呢 其實你最初的時候 你水可能真的未必需要很多 但是好像這個 可能隨時你要行12 甚至以上的時間 你的水源可能要準備好 非常多都不定 但是就要因應你的飲水的情況 例如可能你本身出汗比較多 你可能真的要三四五千米都不期 但有些人可能說 好像他這樣 他出汗是比較少的 他隨時可能是千多二千米 都有機會已經夠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自己的衡量 而我是比較出汗多的 這一次的行政 我基本上都喝了大約 我想都三千米左右 但是我也準備好了四千米 就是以備這個不時之趨 那食物呢 我會建議帶一些乾糧類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變壞 那類型的食物 因為太陽中午的時候是很熱 大家都知道 有機會會令你的食物變壞 所以就可能蛋糕 或者一些沒有那麼容易變壞 那類型的食物 就會比較好一點 嗯 第二樣東西的是電筒 電筒來說 我會比較建議是一些 插電池形式那一種 因為如果是一些充電 那類型 你可能要插著尿袋 其實是很噁心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插2A 3A店那些 基本上你每天一插一門 就立即射到一個最強 最強的光線 那樣 第三樣東西的是 行山掌 行山掌呢 我自己的習慣呢 基本上都會用直壓的 那這支不是直壓 那最好是選擇直壓形式 那另外呢 在關節的位置 就盡量不要用這些扭的 那些 就用那些拋口的那些 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又上又下 不停地轉轉轉轉轉 其實你會花了很多時間 而且你的手都會很累 那這個都會加快到你這個 鬼手之旅的補伐的補足 最後一樣是指南針和地圖 指南針地圖 好old school 是不是 但是一點都不old school 非常之重要 因為呢 很多時候現在的人都可能會習慣用一些電話 或者一些智能的裝置 但是 真的 我收不到電話 我的電話壞了 沒有電 掉了 那諸如此類 臨臨種種的原因 那這個 最古老的指南針 辨別方向 一定是最幫到你 地圖的話 萬一你收不到訊號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你都可以 可能是你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救命的工具 所以大家真的要學會這個 最原始 行山 必須要學會的工具 還有是一個必備的 一個長線的產品 如果大家想知道 指南針和指地圖的基本操作的話 可以看看右上的這段影片 好 所有的東西都差不多 交代完成了 我們可以 出發 喂喂喂 路線都沒說出什麼法 雖然摸得鬼手在路線上 都不需要怎樣介紹 不過循例都給大家看 唯獨起點上 大家可能會有些少不同 因為有些人會在九淡中出發 你就按照傳統的路線 在船灣淡水湖的起點出發 而無論你在上路還是下路出發 我們都可以在鬼手上相遇 同樣地 終點都是大尾督 全程大約30公里 好了 別吹啦 講完啦 我們可以出發 現在是5時20分 我們來到烏鷠藤的涼亭 我們準備出發 耶 耶 你看多麼黑面蚊 出發 好黑啊 我最好拿電筒 我怕會踩到青蛙 好害怕啊 你怎麼看電筒這麼光 你還要害怕 右邊的 好 終於來到這個上山位 好 我們出發 你說啊 走夜山有什麼要留意啊 戴電筒 其實如果晚上呢 很多地方都是大霧大風的 濕氣重一點的 所以以前我走夜山 如果是比較高的地方 我會戴頭巾 有些兩棲類的 青蛙、田雞那些 這些中數可能會走夜山 這樣的小心會不會踩到 我第一次走夜山 在這個城門水床 其實都不能說走夜山 因為那是我們 兩個去露營 懸礦爛 所以就 順便試一下 晚上走夜山 看看有什麼環境 C2602 應該差不多到 第一個 碼頭峰 到了碼頭峰 第一個山幽 還害怕嗎 開始適應了 沒那麼害怕 六點鐘 他叫我不要閉著他的眼 對 碼頭峰 六胡同 還有兩個 一小時 很漂亮 六點都還沒天過 還有我 和我黑臉 看到了 尺碼頭 第二個山頂 墨礦 現在是 搭四 繼續行廳 到了雞仔洞 開始天光了 我是雞仔 開始天光了 看什麼 六點搭八 今天似乎很大霧 不過隨便 我們看鬼手 大霧都沒什麼影響 到了環嶺 現在是7點 差不多 我們當然要走這邊 應該到大同 又是這個牌 我記得上次走 船灣探水戶時看到這個牌 因為記得上次過來拍照 我們要去這邊 這邊可以出烏鷹潭 7點3 繼續 去到觀音圖 時間 7點半 7點踏7 綠胡同 就是出了交界位 我們還有1小時才去到 加油 去到紅石門的入口 時間 7點踏9 GoGoGo 現在又要拿一段 想起等一下又要再上去 應該這裡是綠胡同 放完去再上去 精神 終於都到了 終於都到了綠胡同 我想問這個牌 我記得之前不是這樣的 沒那麼新的 沒那麼漂亮的 那我們準備 準備出嘴了 待會我們都會出回來 走這邊去大尾都 所以出嘴之後 我們還有4小時要捱 所以我們現在出嘴了 現在是8點3 今天我預計 希望12點 或者1點鐘 可以去到 你不要吵 12點 或者1點 可以去到 軌手的 因為那時候 水位是1點2 和1點22 所以我們必定要在 12點或者1點的時候 才去那裡 是位置最好的 因為呢 左也會漲 前也會更加漲 所以我們如果8點3 在這裏起步 我猜 就一定是去到的了 我們下個目標 跌死狗 還很遠 我們到了 跌死狗 時間8點半 你有什麼要說 沒什麼特別 這裡很漂亮 那你剛才是否生氣了 還是去前面 走吧 你生氣了我 你生氣了我 趕時間 生氣了 他現在生氣了我 他又不認 他說我剛才叫他閉嘴 所以他現在生氣了 不理我 你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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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這句話 他生氣了幾個山頭 還說我每逢開機 他都一定不會說話 由他自己生氣 我們現在正在去 鳳凰頭的方向 都很崎嶇 我會想看看 我們右邊會從這裡回程 現在去這邊 似乎走去出嘴都是要易经过物流来煮 对吗? 对 他今天带了一个肉酸头套 我打算去到鬼手的时候拿去拍照 因为可能只是去一次的 那你现在快去带着他走 这个东西昨天在石板街中环买 这个东西是后面这个人叫我买 他说跌死了 过来拍鬼手的 很棒 你应该买两只 买两只鞭有这么多钱 整两个水一个 刚刚过了凤凰屁顶 都不知道 我们继续走 后面那个人还在生气 他不肯跟我聊天 他已经生气了我十个山头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气了 八角山山顶 现在是早上十点 究竟我们十二点钟 可否去到呢? 十一点多了 但现在十点钟了 很快 前面 他的起伏不多 就这样看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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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山 我们要上这个 之后去这个大嶺 然后一下去就可以去到鬼手了 精神 大嶺的标高柱 现在是十点九 现在是十点九 多少 十一点前 不愿意啊 我们到了王中的蹲台了 真是不愿意啊 成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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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的嘴都不是一件义事 你看看多邪 終于下来了 不过我们要去那边才去到手 我们要捆一轮边才可以见到鬼手 而且都不近的 而且石头还硬硬硬硬 不过这些石阵都挺漂亮 全部都是鬼手蓝 这些样子 这里有个位过去是零蛇烦的 不过去情的时候我就没有拍到 回情一间就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这个是否鬼手 真的走到不知道哪个石头是哪个石头 不是啊 这个才是烟肉岩 刚才也看到有一块烟肉岩 不过看来这一块大很多 不是啊 这个真的是鬼手啊 这个是鬼手来的吗 是啊 你看这个牌 由于鬼手比我们想象中小 所以我们也想了一会儿 才发现这只鬼手 由于近年 我们还带了徽春过来玩 看看我们的徽春是多么受欢迎 山友都要爭着拿来拍照 你传出来嘛 接着是新年后期 新年后期 新年后期 十一点八 恭喜 炒中间 让我给大家看一下 近近的鬼手究竟是怎样 其实它的側面 确实不是太似 不过身身复复来到 真的很开心啊 不过如果大家纯粹只是想 一岛鬼手的风采 都不用那么辛苦走过来 大家可以找船家 接你过来 然后走出去烏鸟腾又可以 又或者接你过来 再接回去又可以 总之有钱就容易办事 如果大家想知道船家资料 就不妨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自己的体能 就当然走过来 不过记住要做好训练才好过来 说了这么久又拍了这么久 基本上鬼手这个位置 全个位置都被我拍光 是 homeschool� 卖其中斤 第一个是法车 养斥 每个人终于不能也送ール 罪得爱 现在是两时斑 但其實我們還有一代段路需要走 所以我們加油吧 精神 沒錯 真的想起都覺得很累 我們剛才困哪個鬼手 現在又要困過去了 這個位置就是我剛才所說 要過鬼手較為複雜的位置 要爬過這個石牆才可以繼續行程 而我估計當水位再低一點的時候 下面應該會是乾的 所以會好走一點 又再回來這個落山的入口位 我們現在上去 其實全斷路最煩的地方 就是落咀這個地方 是最崎嶇和最斜 我們又回來旺祝角敦台 剛才忘了拍照 現在補影 說乾杯 大嶺 標高柱 1.2 我們剛才從這裏來 現在從分支這裏走上去 好像叫俄計頂 感謝神啊 終於都接駁回船灣淡水湖了 郊遊徑 小小路 還沒接駁嗎 接駁了 但是還有少少路才走完 我不是這樣當然了 我當然知道 現在這樣 什麼少少 簡直是多多 行 行 3.3 接駁回船灣淡水湖 狗遊景 咦 我們終點站在那裏 媽 咦 我們還要上去前面 才可以到這裏 哭 哭 哭 到場埋燈了 拿路命 幾點 4.9 走了11個小時 11個多小時 還有力氣 唯有跑快兩步 加快腳程 不過我千算萬算 都想不到 在這趟旅程完了之後 我的腳竟然關上了水湖 還要兩隻腳都有 一毫子那麼大 明明體能上和裝備上 都已經準備充足 但是偏偏起了水湖 老實說 如果30K都起水湖 真的哪裏都不用去 如果大家知道 有什麼方法可以對付 長途而導致的水湖 不妨留言告訴我 真的很需要大家協助 你生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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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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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來到豬霸 時間是 未到六點鐘 我們就下了十二個半小時 由於水湖吃就太痛了 我們是天黑才拉出來 好了 今天是這麼多 See Ya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Bye Bye